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季数字推理差异题部分 我是苏宇 那对于数字推理 咱们要想做题做得更快更准的话 首先还是得要理解数字推理 它有哪些的一些知识点 那我们拿到一道数字推理题目之后呢 最主要的还是要先从它给的已知项数 以及数字的一些特征上面 来判定它是属于基础数列 还是特征数列 还是非特征数列等等 那只有能够明白初步判定了 我才能够找到对应的一些做题方法 那大家也会感觉 如果这道题我会做 我看出了规律来了 那这道题很简单 如果你看不出来 可能想了半天的时间 都不知道它是到底想考察什么 所以说数字推理 80%以上的题目 拿到之后先要识别 它属于哪一个特征 好 那对于基础数列呢 你比如说简单的等差等比啦 对吧 低推和低推差啦等等 那这个直接判定就可以了 直接去做 那对于特征数列这一块呢 你比如说如果项数多 那我就可以证定它是多重 我可以考虑先交叉 所谓的交叉就是基数项 偶数项分开看 分组呢 那就是两两分组 或者是三三分组 看它给了一些项数 给它一些项数 比如说它如果很明显给了我九项 那我就可以考虑哎三三分组合适一些 那机械划分呢 哎 比如说有的一些题目带有一些小数点 分格幅加号 乘号等等 那或者说比如说哎 什么log的形式等等 那这种我就可以考虑哎 它有可能是一个机械划分数列 对吧 那对于这种呢 就是以分格幅为界限 分开看 分开看 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三点二 然后七点四 然后等等 比如说这个十一点六 那小数点之前 那就是哎 三七十一单独看 小数点之后 二四六单独看 就这个意思 那其实它跟多重数列像不像啊 可以也像 如果多重数列把这个小数点去掉了 当成一个逗号 它不就是一个多重数列吗 一样的 啊 那还有一种分格幅呢 是一种分数的形式 哎 那它就叫做了分数数列了 比如说 绝大多数像数都是分数的情况下 我可以考虑 它是一个分数数列 那方法呢 就是观察趋势 如果它是单调递增或者是递减呢 那就是先分开看 再合在一起看 所谓的分开看 就是分子 单独看 分五 单独看 如果不是单调的呢 那我可以考虑先反约分 反约分 所谓的反约分 比如说 我从四分之二变到二分之一 这叫约分 那如果反向的过程就走 反约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做商数列就很简单了 如果说两两倍数关系明显 哎 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一个做商数列 那同时 做商 哎 随着历年的考试的逐步的推进啊 那做商不可能说像原来那样 你要两倍啊 四倍啊 六倍啊等等 这个呢 有点过于简单了 啊 那更多的会出现 比如说 哎 一点五啦 二点五啦 三分之二啦 哎 四分之三啦 这种倍数 那这种情况下 只要你能够识别出 哎 它好像貌似有两项 或者是有一项 或者是这个这个能够 哎 明显的倍数关系的话 我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使 不一定出完之后都是整数 有可能是小数 有可能是分数 对吧 好 那miss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本身是密次数 或者是密次数数金的一些数值 比如说63附近 它就有64 对吧 比如说9呢 它既可以认为是 哎 三的平方 也可不可以认为是 二的三次方加一啊 可以啊 对吧 所以对于这种常见的 miss数的一些判定 要一定能够快一些 好 那如果说没有上述的一些特征 那就可以考虑 它是一个非特征数量 无特征数量 那先多级再递推 所谓的多级 也就是我没有特征 我可以考虑做差呀 一次不行做两次 两次不行 我可以考虑加核吧 对吧 也就是要么是差 差要么是差核 要么是核 就这个关系 那或许呢 如果做差做核 没有规律 我可以考虑地推数列吧 所谓的地推 就是圈起连续的三项 找规律去做验证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大部分的一些知识点了 当然了 还有一些图形数证等等 对吧 咱们讲到具体题目时候再说 重点是把这一张图当中的一些内容给吃透了 先观察有没有符合这一类的特征呢 有 按照对应的方法去做题 好 那能够解决80%以上的题目 好 那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几道题目 第一题 第一题一看项数比较多吧 那我就可以优先的认为 它是一个多重数列 那这个多重数列有一个什么特征啊 它最后带有两个括号 对吧 也就是让我求的是两项 而前面你看 哦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交叉可能不是我的首选了 虽然我们一直强调 多重数列先交叉再分组 但那很明显让我就去求这两项 而且前面都是偶数项 我可不可以考虑先分组啊 可以吧 好 那这时候三三分组不合适 因为最后就是两个了 对吧 前面一三 这三三个 这三个 最后两个怎么办呀 没办法 所以说考虑两两分组 那如果是两两分组一分完之后 很明显 我在圈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九和十八 这是啥 两倍的关系啊 那前面的八和十六呢 两倍啊 对吧 好 那二十四和十六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吗 我的倍数不一定是整数 有可能是小数等等 好 那我们通常的原则呢 是会拿后边的去除以前面的 哎 后除前我们试一下哈 后面的去除以前面的数据 比如说十六除以负八 它是等于一个负二 对吧 十八除以九呢 是等于二 十六除以二十四呢 它是一个三分之二呗 对吧 三分之二呗 好 那我问一下 负二二三分之二有没有规律啊 没有 或者说我不能够直接判定出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吧 那这些同学让老师考虑做差 这做差没啥意义了 得到两项 它又不相等 没啥意义 好 那些同学说老师 这可是不是不是做伤数量 但是我有感觉它像做伤 那同学记住 你刚刚用的是后除钱 你刚刚用的是一个后除钱 那谁说一定是拿后面的项数 去除以前面的项数的 没有人说过这个话吧 对吧 好 那我们能不能反向去考虑呢 如果说我拿前面的去除以后面的 或许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好 我如果说拿前一项去除以后一项 你会发现 负八除以十六 它是一个负的二分之一 九除十 十八是二分之一 二十四除以十六 它是一个二分之三 好 我问一下 负的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需要加一 二分之一加一是二分之三 这是不是一个 以公差为一的等差数列啊 是吧 那这样规律出来没 出来了 出来了吧 所以说下一项 它应该是二分之三 加一等于二分之五 也就是我所求的这两项 前一项除以后一项 它是二分之五 那哪个选项符合呀 哪个选项符合 很明显 C选项符合 二分之五嘛 二点五 所以说七十五除以三十 正好是二点五 其他选项不符合 好 那第一题我们就说完了 正确答案是C选项 它考的是一个多重数列 和做商数列结合的考点 难就难在 不再分组 难就难在 我求倍数的情况下 我考虑的是前除后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 不仅我们刚才说的 做倍数不一定是整数 有可能是小数或者是分数 同时你再记住 有可能是前项除以后项 有可能是小的除以大的 并不是所有的题目都是大的除以小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 来接着来看一下第二个 好 那这个数列很明显的特征 它就是带有根号 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械化分吗 比如说带有一些加号的 带有一些小数点的 那这带根号的算不算啊 我可以认为它也算吧 对吧 它不就是分格符吗 那对于这种数列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我可以试着用机械化分的做题方法 我去分析一下它 你不是带有分格符吗 好 我们约定数成的 凡是带有根号的 只要写 只要方便转化到根号内的 我通通转化 记住两个字 方便 好 一会儿解释为什么 好 那所谓的方便转化到根号内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形式化统一 所谓的形式化统一 什么叫形式化统一 你看 你看比如说根号五 它前面没有数值 根号二也没有 二倍根号三 你看你前面 人家前面都没有数字 你前面非得有 那不行 要形式化统一 通通转化到根号内 如果通通转化到根号内的话 那这个就是根号五不变 好 那这个就是根号二 那这个呢转进去 二到根号内就变成了平方 就是四 四乘三是十二 没问题吧 那四转进去呢 根号十六 然后再来看 二转到根号里边 那就是根号四十 没问题吧 这是第一步 好 形式化统一 那第二步 那就分析根号内数值 分析根号内数值 对于根号内数值的话 我们来把它拎出来 那就是比如说 五 二 十二 十六 和四十 我先不考虑根号 我分析完根号内数值的规律之后 我最后把根号还回去 不就行了吗 那我来我来问大家 五二十二 十六四十 有没有规律 没有规律吧 无规律怎么办 虽然它是基线化分的帽子 但它如果根号内数值无规律 我是不是可以当它是一个无特征数量 无特征数量 咱们刚才说了 哎 我可以做差吧 可以吧 好 那我们第一种方法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做差 那就是二减五负三 十二减二是十 那这个一减是四 这个一减呢是二十四 一次做差有没有规律 没规律 没规律 我可以考虑继续做差 是吧 好 再减 那就是十三 然后是负六 还有一个是二十 这个有规律吗 也没有 那说明到这 两次做差不行了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 老师怎么办呀 好 无特征数量并不是完全就是两次做差 如果两次做差不行 你看可能否将第二次做差改成做何呢 如果改成做何的话 你会发现 好 那就是负三加十 那就应该是七 那这个一加是十四 这个一加呢是二十八 七十四二十八是一个公比为二的等比数列吧 那所以说下一项应该是二十八乘以二是等于五十六 那还回去 往上推 刚才是做何得来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五 所求项 不是 是二十四加上这一项是等于五十六 所以说这一项是三十二 那再还回去 我刚才是做差得来的 所以说所求项应该是等于四十加上三十二 是等于七十二吧 那最后别忘了 根号要还回去 所以说所求项应该是根号七十二 那把它转化一下 根号七十二它是等于三十六乘以二 六三十六开出去 那就是六倍根号二吧 所以说答案选哪个 选择二B选项 那这就是做题的一个做题过程 所以说它是一个约定速成的 虽然这个题目跟我们原来做过的一题 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方法跟原来没有差距 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出现根号形式化统一 分析根号内的数值 没规律考虑做差 一次不行 做两次 两次不行 考虑将第二次改成做何 没问题吧 这就是咱们还既定的一个步骤吗 只要把这个步骤掌握了 大多数题目都能够解决 好 当然了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我清一下 我我我清一下评啊 我们接着刚才的写 刚才我们不是分析到 哎 5 2 12 还有一个16和40吗 有的人说老师 你是考虑无特征数理 然后第一次是做差 第二次是做何 对吧 那我除此之外 我能不能够考虑直接做何呢 我不一定要全部做差 可不可以 可以 来 如果你做何的话你会发现好一次第二种方法那就是做何就是七十四 二十八 五十六 因为发现如果你一旦直接考虑做何的话 它就是一个公比为二的等比数列吧 那所以说下一项应该是一百一十二 反推回去是做何得来的 所求项应该是等于一百一十二减去四十等于七十二 那对吧 更好类的数值 所以说这个依然是更好七十二等于六倍更好二 选择二笔选强 没问题吧 好 那么继续第三种 那除此之外 无特征数列除了做差做何 可不可以考虑递推啊 可不可以考虑递推 可以啊 那这道题如果考虑递推的方法的话 我们圈起连续的三项不大不小的 比如中间的这三项 别发现 二十二和十六 我用前两个小的去凑一个大的 二加十二是十四 十四距离十六还差一个二 怎么办 前面不正好有一个二吗 那有没有可能是 哎 前面这一项的两倍加十二 是等于十六呢 我不知道 我往前做个验证 你看 如果前三项呢 那正好满足 二乘五加二等于十二 有问题吧 那再往后验证 那就是二乘十二加十六 正好等于四十呗 全部满足吧 全部满足 那这个递推的规律就符合 那就是第一项的两倍加第二项 等于第三项 所以说所求项就等于二乘十六加四十 等于七上 所求项根号内的数值是七上 所以说依然是选择这个选项 你发现这道题 它有好几种方法都可以去做 你逮着哪种 你都可以 你逮着哪种都可以 所以说重点还是要分析清楚 带根号 我该如何去做 机械划分 带根号 形式化统一 分析根号内 好 分析根号内 那我们回过的刚才的一个 这个这个讲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好 梳理一下 回过刚才我们是不是说了 出现这种 哎 考虑机械划分 对吧 机械划分呢 然后要形式化统一 我为什么说是比较简 或者说简单的好画的情况下 转化到根号内 如果说出现这种 三十一倍根号三 你把三十一个放到根号内 好不好放 不好放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它转化到根号内数值 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简单情况下 好 那就不要形式化统一了 不转化到根号内了 你就把它放到根号外 我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吧 这个地方吧 就是好放的放进去 对吧 比如十以内的都好放 如果你都二十了 三十了 这转化到根号内数值太大了 对吧 就不好放了 好 那这是第二个题目 来 再继续看一下 第三个 那这道题拿到之后 一眼看过去 正负正负正负 好 这个怎么办呢 有没有特征呢 没有吧 对吧 无特征 无特征怎么办 无特征咱们刚才说了 哎 做差呀 对吧 是不是做差呀 做差来试一下 来后一项 减去前一项 那是 负七减 八 那就是负的十五 再减呢 就是一个二十二 再减就是一个 负的二十一 再减就是一个七十六 再减呢 就是一个负的一百一十五吧 问题吧 一次不行 我就考虑两次做差 可以吧 来 再减呢 那就是一个三十七 负的四十三 这是一个负 呃 这个是一个九十七 没问题吧 那这个再减呢 那就是一个负的一百九十一 对吧 有规律吗 没规律 没规律怎么办 没规律怎么办 没规律 你就不要考虑做差了 可不可以考虑加和呀 可不可以考虑加和 我们刚才不说了吗 可以考虑加和吧 如果加和试一下的话 好 不不做差了 第二步 我加和的话呢 就是这应该就是七 应该就是一 这应该呢 就是一个五十五吧 对吧 这应该就是一个五十五 那这个再加呢 那就应该是一个负的 呃 二十四十九 那就是负的三十九呗 有规律吗 有没有规律 想一想 没有 一样没有 好 不要放弃 我们刚才是从我第一步做差的 如果我说第一步不考虑做差 我第一步考虑做和行不行啊 想一想 考虑做和行不行 可以啊 那你考虑无道真 那你做和呗 好 做和你会发现 那八加负七 那就是一 那这个再加是八 这个再加是九 这个再加呢 是一个六十四 对吧 那这个再加呢 那是一个 呃 二十五 好 我问一下 第一步加和得到的这个数列 它是一个什么数列啊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密次数列吧 你看所有的项都是密次数 都是密次数 好 那对于这种 我该怎么办 我就把它转化成密次的形式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九 九 那三的平方吗 八 好 这都是三了 前一项呢 就是二的三次方呗 六十四 四的三次方 二十五五的平方 你会发现密次数 密次一指数 一居然就是三二三二 所以说前面应该是一的平方 好 底数是一二三四五 密次 这个指数是二三二三 三 这个二三二三 啊 这个是二 二三二三 所以说下印象应该是六的三次方 等于二百一十六 没问题吧 但你不能说直接去选二百一十六啊 你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 你还要返回去呢 你是否要返回去啊 好 返回去应该是多少 我刚才是怎么得到这个二十五啊 是前一项加上后一项得到二十五 所以说负的四十五 加上所求项等于二百一十六 所以说所求项是等于二百六十一啊 大家选择A选项吗 大家选择A选项吗 所以说这道题相对而言 也不是说那么的难 重点还是考虑无特征做差不行 我就考虑做和 好那有同学可能会说了 老师那这个一定要这么去试吗 当然了 你做多了题目里面发现 我刚才在读题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意的读了一下 比如说正负正负正负 出现这种正负交替的情况下 而且无特征的话 我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做和 优先考虑做和明白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做差的话 你一次得到的做差 一级差 他也是正负正负 二次呢还是正负正负 正负正负不太好做规律 所以你不如考虑做和 听明白了吗 这个地方 好那明白之后 咱们考虑第四个题目 好第三题选A 第四个题目 那这道题 那一眼看过去 数列依然较长 然后最大的特征就是 锁球项在中间 那依然的 它是单调递增的形式 没有特征吧 没特征 那我就考虑 哎做差嘛 做差试一下 来做一下试一下 好 38减25 它是一个13 那再减是一个24 对吧 那再减的是一个31 再减的是一个36 好 得到后面得不到了吧 后面得不到 我就先把它控在这个地方 好 控在这个地方 然后 二级差 一级差有规律吗 没有 没有的话 我继续做差 我再一步做差 好 这个得到是11 这个得到是7 这个得到是5 这个5711 怎么这么熟悉的 想一想 怎么这么熟悉的 它是不是一个质数数列的一个逆向的过程了 对吧 那我就猜 后面还有两个呢 还有这个呢 还有这个呢 它其实后面是5711 我们知道质数数列 它是一个235711 对吧 我可不可以猜一下 后面可能就是2和3啊 我不知道 但我去这样去猜 猜完我就要做验证 如果这个是3 如果这个是3 那这个就应该是2 反向 哎 去去去去去去验证 那这一项减36是等于3 那最应该是39 那这一项减39是等于2 那这样应该是41 好 那我们所求向 是不是就等于应该等于129加39 是等于168呀 没问题吧 那209减去168不正好是41吗 说明验证符合 验证符合 你就可以完全大胆的选择 C选项 为什么 因为你把168得进去 带进去之后 它正好是一个质数数列的一个反向吧 对吧 倒过来的意思 所以说这道题难就难在 所求向在中间 而且你要做一个猜想 加一键证 你会发现现在的题目啊 对吧 我们不能说变态 但是起步要比原来要 哎 要难一些了 如果你得到了钱 二次捉插之后 得到的是235 那你很明显就认为后面是7和11 那你敢不敢去猜呢 如果他缺少 倒过来敢不敢去猜呢 那所以说还是要我们掌握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所求向在中间 那一定要做一个验证 好 这是第四个题目 来 继续 第五个 第五个这道题 它是一个图形数证吧 对于这种图形数证 哎 我们优先去考虑 每一行 或者是每列的规律 好 每一行 以每一行为例 每一行 我要用小的去凑大的 好 这是第一种做题方法 第二种 我可以考虑他们 比如说加和 哎呀 假设啊 比如说第一行的加和 有可能是12 第二行的加和 有可能是这个这个20 第三行的加和 有可能是28 哎 如果他和 存在每一行 哎 它是一个等差的话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说我们重点是 哎 我能否拿小的去凑大的 如果能否考虑去加和 没问题吧 好 那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行 你比如说934 934 939比较大 拿3和4去凑9 我们知道 9是等于3的平方 如果3乘4 12 12距离9还3 还差3啊 对吧 哎 前面正好有个3 那是否可以是直接减去这个3呢 对吧 我不知道 我可以先 哎 先猜想一下 有可能是3乘4 减去一个前面的这个3 不正好得有9吗 原题吧 验证一下第二行呢 哦 后一个 后两个相乘 4 18乘以4 是等于72 72减18 正好是等于54 说明规律满不满足 满足吧 如果再往后去验证 那14和2.5 14乘以2.5 它等于 它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 14乘以2.5 那就是二分之五呗 35呗 35减14 正好是等于21 满足 所以说 5乘以一个所求向 减5 它是等于26 所以说 5乘以所求向 等于31 所求向等于6.2 不就这么简单吗 大家选择 4D选项 还是绕不过 我们刚 我们说的 对吧 乘以用了一些做题方法 拿小的去凑大的 拿小的去凑大的 或者是考虑每一行的一些加合的一些情况 大多数 不要这样的一个考点会比较多一些 那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做个总结 这五个题目我们就讲完了 答案是 C B A C D 整体的难度属于中等 没有说哪个题目属于特别变态难的 没有 你比如说第一题 他虽然 他 他考的是一个多重 难就难在 什么 他需要考虑前项除以后项 这个可能非反常规一些 第二题 属于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 机械划分的这样一条题 重点是形式要划统一 里边不管你怎么操作 先做差加合 或者先加合 或者是考虑递推都可以 第三题 他本质上是考的是一个坐合坐机数列 它是一个正负交替的情形 又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特征 可以考虑先加合 是吧 好 坐合坐机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吗 如果是正负交替的 我就建议大家优先去坐合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第四题完完全全 他就是一个多级数列 第五题呢 他是一个考虑一个图阵 图形图形数列 好 还记得我们说的吗 就是考虑每一行每一列的规律 那这五个题目你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呢 就是还是围绕那张导图的形式 分析清楚每一种数列的一些特征 然后带着这种 带着这种思维去做题 去刷题 去培养一些数字的敏感性 才能够逐步在数字推理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大的质的提升 好 那这几个就给大家说到这一块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